欢迎来到卡路里农场 今天又是简单到你生气的系列 今天的材料只有这两样 就是午餐肉和鸡蛋 究竟会做出什么呢 现在就告诉你 首先我们将午餐肉 切成一个正方形的柱体 午餐肉切好之后 我就将蛋黄和蛋白分开在两个碗里面 接着我们在每边都加两瓶水 让它稀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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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后我们把它搅拌好 首先我们将这五餐肉煎香四面 好了 煎香四面之后呢 我们就关火了 稍微那个温度就降低一点点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下第一层了 第一层呢 我们就先下蛋白 下完蛋白那层卷好了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可以下蛋黄了 那当你卷起蛋黄那层呢 然后呢 然后又倒蛋白了 那就一层黄色一层白色一层黄色一层白色 如此类推了 接着就到最期待的时候了 就是把它切件了 切件之后呢 你就会知道 究竟为什么要搅拌这么多层的了 这个材料非常之简单 就只有餐肉和鸡蛋而已 但是加一点心思呢 就可以把它变成了一个不同的样子 而且味道都不错的 希望大家会喜欢的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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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